玉林火车站南侧铁道宿舍群被登陆为聚落建筑群列文化资产 今年4月份一把无情火烧毁其中六栋的木造建物 当地居民就向民意代表反映说 因为都没有整理也会担心会危险加上不美观 希望相关单位可以重视也尽快来修复 玉林火车站南侧铁道宿舍群已被登陆聚落建筑群列文化资产 今年4月份一把无情火烧毁其中六栋木造建物 当地居民就向民意代表反映 因为都没有整理也会担忧有危险 再加上不美观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并且尽快修复以及改善 这一段因为经过了4月28号的大火以后 造成这几栋房子可能具有危险性 而且在市区里面的市区的观瞻也不太好 那也希望台铁以及我们的文化局能够尽速将这几栋稍微的防射能够改善 连带整个台铁旧的宿舍群也能够一并的改善 玉车站铁道宿舍群位于大同路康乐街 总共有22户是日式木造建物 已经有90年历史 早期为铁路员工宿舍 后来多半前走 目前8户仍有人居 台铁原本有意拆除再利用在地文史工作者抢救下 4年前登陆文化资产 在地民众原本希望政府能够活化文化资产 规划为青年发挥创意的基地 也能够成为地方观光资产 记者高收双预理症采访报道